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回來我們那個飢餓龍 差點講飢餓龍世界 其實老頭是非常希望PS4快點出飢餓龍世界 不過 我感覺應該是會拖很久才出來 因為畢竟飢餓殺也是出了好幾代才出PS4的飢餓殺世界嘛對不對 那個時候老頭第一次接觸飢餓殺遊戲就是飢餓殺世界 所以說我根本 不知道手機板在玩什麼 不過聽說大同小異吧 那相對的這個飢餓龍出了要出PS4版本 我覺得可能還要再經過很長一段的時間 所以說老頭先不如就先拿來拍好了我也不管了 即便最後面可能需要課金 老頭也是會為了帶這些新的資訊跟新的內容給大家 就是捨身課金把它給課下去就是要買到那隻龍好不好 所以說呢 各位還不趕快多多分享老頭的影片 多多按下訂閱按下喜歡或在下面留言 好不好 讓我知道 好嗎 好啦沒有啦開玩笑的 哈哈 好啦那我今天呢我們把這隻火花給解鎖完了 齁那解鎖完畢了之後呢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使用他 那一樣我們就是帶我們這隻啊這個 上一集出現的外星人啊這個是抽到的史詩啊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用 他的效果呢我好像上次沒講吧暈眩大師啊就是會觸碰到敵人時會產生暈眩他會放一個很像光波的東西 齁只要被這光波很像那種很像那種神奇寶貝裡面一個超音符放的那個音波 齁只要被這個音波照到有沒有那個敵人全部都會頂住不動然後這時候就可以衝過去大快奪一有沒有 齁那像像昨天呢也有帶這一隻喔這隻飛腳攻擊這隻彩虹小馬齁這個 你們應該也也知道的能力了吧第一集應該有講過所以我不說了 那老頭這次帶這隻飛天豬喔欸這是豬嗎 這隻好像豬喔喔喔算了飛天龍豬喔飛天龍豬喔長得像豬又像龍喔球豬喔這邊有他的名字 齁就是我們帶著球豬想說可不可以增加他的移動速度啊讓他快一點 然後呢也有觀眾說老頭這隻花火火花火花齁這隻火花其實不好用 所以尾巴很容易水到炸彈是真的假的好不好 沒關係我們來玩看看就知道了非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吧 Let's go Let's go他有沒有任務條件 任務條件剛剛我已經把他洗掉了 齁所以說就沒有了好吧那我們也就不用任務條件了 我們接下來就直接開始 好這隻好不好用呢見仁見智吧我先用看看再說 讓哥先用看看 來吧喔好長一條喔 移動速度 我真的覺得他的速度也沒有也沒有很快啊 他那個說明上面說什麼迅捷之類的我不一不感覺到他迅捷啊 那不管了 有啦就是衝刺的速度有變快啦但是 一般的這個移動方式還算蠻普通的耶 齁然後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了 這隻等一下 這隻沒有翅膀他怎麼在天空中運行呢 這個又是一個很奇怪的點了 你沒有翅膀啊大大你怎麼會在天空飛 啊原來你使用原力是不是 絕地武士喔 原力與你同在 齁然後你的原力就這樣子 讓你飄浮了是不是 你這是絕地 絕地武士星際大戰看太多了是吧 你太屌了吧 你看 你看拔拔有一條蛇在天空飛 齁 真的不知道 不曉得他是怎麼樣 飛行的 是用什麼方式 實在不了解 沒關係 你看現在有一些不能吃的都可以吃了 齁 這隻好像是S型體型的寵物 不是寵物 S型體型的龍 Oh my god 好菜人就變成蛇串了 好所以說呢 他能吃的東西好像多了四個人吃的吧 哇靠怎麼那麼痛啊 Oh my god 啊補血補血補血 補血補血補血 可是我我不知道他能吃什麼 反正就試試看吧 他能撞破東西好像 好像也不多的樣子 沒關係我們看看就知道了 去死吧人類 你是沒看過會飛的蛇你 欸剛剛不是有一隻 找到了 咬頭 被敲暈了被敲暈了 我們要反方向才能移動 把它吃掉好像加很多補血 感覺還蠻好用的 但缺點就是一定會被擊中頭部 然後頭暈目眩 金色的龍吃一下 補充我們的金幣來源 有了 哇連夜奔騰 嗯 好每次這個模式開起來就是很爽 超爽的 好然後一下就軟掉了有沒有 呵呵 好這個這個這個是怎麼講 該怎麼說 爆發力十足 但是呢一下就軟掉了 後繼無力有沒有 那那句話怎麼講啊 有一句話才 欸拿到一顆蛋了不錯 以巡貨蛋 等一下可以孵一下 好那句話怎麼講啊 未老先摔 哈哈哈哈 好這隻會飛天的蛇 未老先摔了 有點可憐 好這邊 感覺好像仙境一樣還放BGM 好很輕微的BGM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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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哦有金幣就吃 水哦 賺了610塊 感覺就像是 我們打工一天的薪資 610 好可憐哦 好我是不知道最近 台灣有沒有掌薪水啦 總而言之感覺像基本薪資一樣 衝啊 啊 吃掉你們 成為豐富的蛋白質來源 好我看有沒有辦法一次 就把等所有等級都升滿 好這樣子我就不用重複了 你知道嗎 好看我升級也好爽 但是貌似好像不太可能 因為他時間拖的越長 肚子餓的速度越快 我一旁那巨人燒死 欸等一下這隻巨人 這隻巨人怎麼可以這麼硬 沒關係 今天哥就是要把你弄死 來來來來 讓我吃一下 你在哪裡 讓我敲你的頭 GOOD 你沒敲到 GOOD 好再一次 有人跟我講說 M屬性的龍啊 OMG 我有夭壽哦 有點痛啊 M屬性的龍 敲三次就可以解決掉了 真的假的 WAT THE HELL 孔明的陷阱 你會孔明的陷阱 蛤哈哈哈哈 蛇就這樣爆了 OMG 賺了五萬多分欸 哇開啟了一個寶箱 拿到一顆蛋 獲得了鑽石 我們剛剛升兩等吧 拿到了新的skin 惡龍終結 惡龍終結者800 生命加10% 然後有觀眾留言跟我講說 叫我不要 盡量不要花錢買skin 叫我不要花錢買skin 這個要多少錢 7000塊 因為說後面的龍更貴 可是我好想買這感覺好帥喔 欸重點還加10%的生命值欸 衝刺加10% 這個會許會買 羽蛇神套裝 唉唷 羽蛇神欸 需要 4 1 2 3 4 5 6 需要6等才可以解鎖 靠我們要6個等級 天拉 算了我們繼續吧 而且老頭在想阿 待會25顆粥要不要來抽一下 阿 要不要來抽一下這個 更棒的蛋 阿 不是更蛋的棒 好不好 各位不要誤會了 我只是想要吸引你們的注意 絕對不會是我那幾念錯 好不好 我只是想要吸引你們的注意而已 讓我知道你們到底有沒有認真在聽我講話 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不要給我任何意見 不要質疑我 不要批評我 好不好 別批評我 知道嗎 好 不要不囉嗦 趕快 趕快升級成重點 什麼叫做更蛋的棒 沒有這回事 一切都是浮雲 好不好 業障重 這什麼東西阿 怎麼會有一隻老鷹在天空飛 然後定住了 被我們的外星人弄掉了是不是 算了不管了 這邊已經吃過了 我們還有其他寶箱沒找到 而且其實說真的 我玩這一款遊戲阿 欸 吃到鑽石了 爽 我玩這款遊戲阿 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看地圖的習慣了耶 說真的 因為他沒標記阿 而且他 他把這個 顯示的方式 全部改成免費看影片 我實在很不喜歡在錄影的時候 看影片 會很麻煩 你知道嗎 實在很不喜歡這個樣子阿 又一個鑽石了 這麼爽阿 因爲 因爲這樣子的話 我還必須把它剪掉 其實蠻麻煩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那種系統就是 可以免費 就是應該不是說免費阿 就是買斷製的 不要再出現任何廣告了 我覺得這樣很OK 我願意付 好不好 但是呢 要我不管怎樣都要先看完廣告 才可以用什麼之類的 雖然是他們的收入來源是這樣沒錯阿 但是我是覺得 對使用的用戶來講是一種困擾 你懂嗎 唉唷剛剛那個什麼 爲什麼我們家那隻變那麼肥 吃太多變大隻了 對阿 會造成困擾阿 相信你們在玩那種手機遊戲 隨便網路上 Google Play或者是App 那個 iOS系統的 你們是不是也有 就是那種下載完之後 喔 那個遊戲很好玩 但是廣告真的是多到 不管你做什麼 打一場 廣告播一次 還要倒數30秒 其實說真的 廣告 即使遊戲再好玩 齁 廣告真的會讓這個遊戲 某些遊戲阿 失去原有的樂趣 因為 光是等廣告你就軟掉了阿 對不對 什麼軟掉 阿就 興致薄薄嘛 本來興致起來就薄了 阿你看了廣告 阿看久就軟了阿 阿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哈哈哈哈 不管了 這邊有突破了耶 耶阿 欸這我之前就來過還是沒來過阿 阿不管了 哇靠中間有一把劍 我可以把它舉起來嗎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成為 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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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說錯了 我本來想說我可不可以成為亞瑟王 我就這樣死了 沒關係 趕快練等就對了 差一點都升級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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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我覺得 這個遊戲真的有點難度 耶 應該應該是講說真的就是 比飢餓殺世界還難阿 有人跟我說 沒有我覺得這個不會很難 那是因為你沒玩過飢餓殺世界吧 你飢餓殺世界 玩到後面解鎖新的鯊魚 而且重點是那些鯊魚幫你吃某一些魚 是瞬間補滿喔 而不是慢慢回的那一種喔 這個這款目前為止沒有那種就是吃到某個特定的那個生物 會幫你把血補滿的 而且咬鯊魚把鯊魚吃掉也不會補很多血 你看像我把人類吃掉慢慢補 那個血是慢慢回的 不是瞬間補的 像我吃龍 他也是慢慢回補 他並不是瞬間補的 就難度上有差阿 而且這些道具是之後解鎖可以用 他現在這個道具是要用抽的 抽到也要抽到好的 你才會比較好用 比較好過 所以說我覺得飢餓殺世界買斷製的 會比較好一點 哇我大生氣 我把那巨人弄死 那個巨人呢 等一下那巨人已經被噴死了 是不是 我覺得這沒有兩隻巨人阿 超級憤怒 沒了 所以說相對的如果你不課金 難度就會提高 我想說是不是是時候來課金一下 阿 阿什麼 你說老頭不課金 我哪有說不課金 我是說有必要就課金 好嗎 有必要就課金跟 跟不課金是差很多的好嗎 阿如果不信的話你們回放上一集 聽一下老頭說什麼 好不好 老頭是說有必要就課金 沒必要就算了 阿 當有新的資訊要給你們的時候 但是卻要花個幾百個鑽石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好不好 我也不想農這個農到類的鑰匙 我還有其他遊戲要玩 又不是 又不是只有這一款 對不 所以說呢 有課金是必要的 然後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今天老頭話特別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是課藥了也說不定 今天居然這麼多話 想要對你們說 我覺得自己有點ㄎㄧㄤ了 應該是喝太多了 喝什麼太多 喝水啦 哈哈 好啦 反正呢就趕快吃一吃阿 我現在就是要趕快練等 把他練滿順便解鎖 好不好 還是說我們就解第二個鎖 我覺得歐買個還好 這次沒有那麼痛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觀眾說這一隻 其實不太好用 就是你用頭 通常龍阿 龍通常都是頭過身就過 結果這隻是頭過身體 不一定會過阿 因為太長了 好剛剛 我就是 稍微尾巴有去錄到一下 好 又要奔騰了 奔騰125了 我們這次又衝上面看一下好了 欸有星星 星星 星星可以幹嘛 哇加1800 欸這是幹嘛 哇 可以傳送 這什麼東西 記憶魔庫 啊我沒有體力了 欸有蛋捏 水喔 等一下可以來抽獎 這個需要用衝刺衝上來 欸 我撿到什麼鬼阿 那個是什麼阿 喔 又有一個 兩個 這個我還不給你吃一波 吃一波啦 啊衝過頭 喔這個順便 好爽 幹 不要 完了我快沒體力了 有有有有 喔 吃到這什麼東西 喔瞬間補體力 欸欸欸 給點鐵 給點鐵 這個這個穿透可以加分數是不是 然後這邊有個阿 我第一次衝這麼高呢 我第一次衝好高 吃啊 吃好吃滿 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幾等了 等級好像現在不能看的樣子啊 貌似就是要等結算 有一個寶箱 爽 來來來 哥布林城 哥布林城之前來過了吧 你看這邊就有那種蛇身攻擊哥布林 自爆兵啊 跑咧 跑什麼東西 好順便看一下有沒有黃金哥布林 可以讓我們皮胖幾欸 吃一下 吃一下也是不錯的啦 來 黃金哥布林 哪時候要出來 吃 吃 啊這蜘蛛吃不掉 要M才可以吃 哦 我升級了 我幹超痛 Oh my God 我才不要復活了 這樣就夠了 痛 我只能說痛 啊我們要開了兩個箱子 等一 啊 我們差最後一個 哎唷解鎖了 哇賽 這個skin真的是要花錢呢 捨不得 還是不要花好了 我覺得這些東西存起來用到後面好了 會比較好一點 哇 結果我們還差三等級 哇 居然差三等 什麼東西 你確定要花費29嗎 這邊彈一個驚嘆號 驚嘆號的意思是說這顆已經孵出來了是不是 啊算了不管了 然後多了一個新的skin 居然需要開始用鑽石了 要開始坑錢了 好吧算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哦 反正下一集呢 就是會用這隻就對了 然後老頭私底下把他等級練滿 到時候就用我們這隻龍閣下 龍教父 一向你無法拒絕的提議 那個教父是吧 他可以吃東西變多了 哎怎麼會有這個 這隻我沒遇到 然後可以摧毀這種骨頭 不錯 在這個烈焰奔騰的時間呢 可以獲得4倍的分數 不錯不錯 他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就是太太胖了 你看他差點掉下去 多可憐啊 就跟你說不要吃那麼胖吧 活該 反正呢 明天就用這一隻 好吧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按下你的喜歡 以及在下面留言 那記得就是記得關注老頭的這個 NoNoLife NoNoLife老頭會把這個logo 放來這個影片的附近 讓你們去輸入追隨老頭呢 可能會在那裡近期做一些直播 也會有抽獎活動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面啦 掰掰 我們下一次再見